可是五竹再一次不见呢 今日东城门大战 五竹中了庆地一见 范贤以为他会按照约定 前去太平别院等候 可谁知当次顾建于古河赶到太平别院时 却并未发现五竹的踪影 我进入山林后就昏迷了过去 当我醒来 陈平平还在身旁 但却没有看到五竹的人影 五竹一手提着海棠朵朵 与陈平平离开 可是离开城门附近后 他自己倒消失了 左飞宇文生不由眉头紧皱 忧心种种 会不会是神庙之人所谓 上一次五竹失踪 便很有可能乃是神庙所谓 这一次五竹成功从禁地手上救下陈平平 神庙为了继续扶持禁地 担当他们的傀儡 从而对五竹下手 这不是没有可能 倘若是真的神庙之人所谓 那五竹便当真危险 可若是神庙所谓 那上一次他们为何要放五竹回来 海棠朵朵的手臂已经揭好 脱臼乃是小事 并无大碍 他的这个问题 其实也只是很多人心中的问题 神庙扶持禁地 让禁地成为他们的傀儡 从而掌控整个天下 范贤想要查明真相报仇 那就必然要与禁地为敌 所以神庙出手来阻止 甚至是让五竹失踪 由此让范贤缺少最大的助力 可倘若当真如此 那神庙上一次 让五竹失踪后 为何还要放他回来 他们既然能让五竹失踪 难道还不能留住五竹 这不合逻辑 而这一次 倘若也是他们导致五竹失踪 那这一次 五竹又能否再度安全返回 如果五竹还是安全返回 那神庙之人 想要达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如果不能 那范贤该如何去面对 这个禁地还要势力庞大的神秘组织 左飞与一时兴乱竹麻 因为关于神庙 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 连五竹这等高手 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那还有谁能够真正地对付他们 神庙尚未现身 那说明他们还没有彻底下定决断 要不要直接干预这世间之事 但我们与庆帝的纷争已经是不死不休 想来离他们下定决心的事间也不远了 现在我们的主要敌人还是庆帝 只要能将庆帝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那我们便有了可以与神庙谈条件的筹码 范若若本想进去看看范贤 却遭到范贤的阻拦 无奈着讲 只得站在院内等候 听到了众人交谈 他也不由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对于院内众人 对于范贤而言 现阶段最大的敌人还是静帝 而不是神庙 毕竟神庙还未真正地现身 这对范贤而言 对现在整个局面而言 还有可以回旋的余地 范若若的想法是 只要现在神庙没有直接对范贤出手 那范贤就不用捅破这一层窗户纸 给神庙也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毕竟神庙乃是这个世界最大的秘密 范大哥不会如此的 倘若神庙真当对五竹下手 范大哥必定决第三尺将神庙挖出来 到时候 左飞鱼画到这里 呼得停住 脸上满是叹息之色 众人闻声 几会不知他的意思 当即都是一针叹息 范大哥呢 这时 左飞鱼抬眼四骨 却并没有看到阎兵云 啊 近日禁地金字攻城 京都城内民情汹汹 进军又不能替我们安抚军旗 阎兵云身为北极之将 向来会用一些霹雳手段镇压吧 京都百姓 还是希望清帝收获京都的 所以当得知 清帝亲自率军攻城之时 城中百姓纷纷涌上街头 意图制造混乱 从而让北京大军难以里外坚果 阎兵云岂受得了这个气 当得知自己是北极人 而且还是被南清杀了全家的真相时 他对南清的恨便一发不可收拾 眼睛里除了范贤等人 其他南清人都是他的仇人 于是 当清帝大军退去 他便立刻前去镇压闹市的百姓 可以预见的是 他使用的手段将是何其残忍 赶紧去阻止他 左飞宇文言想也没想 急忙喊道 众人闻声一争 似不太明白他的意思 现在万不能惊动京都百姓 范大哥占据京都的理由 便是庆帝无道 杀妻弃子 今日又用太后迫使庆帝退军 倘若此时我们对百姓残忍无道 那岂非与庆帝一个模样 日后即便我们赢了庆帝 天下百姓 也绝不会允许这样的势力 统治庆国的 赶紧去阻止燕大哥 左飞宇越说越是激动 犯贱听拔 顿觉惶恐不安 脸上焦急不已 匆匆出门去了 你的意思是 若赢了庆帝 我哥会当皇帝 范若若试探性地问道 谁知左飞鱼只是摇头 其他人皆是诧异 范大哥会不会当皇帝我不知道 但范大哥并非滥杀之人 他也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人去当皇帝 若阎大哥积极名分 京都内忧外患 我们手中的筹码变少了 刚刚我们还言道 只有彻底拿下庆帝 我们才有资格与神庙周旋 若京都内忧不已 试问 我们又如何拿下庆帝 要知道 我们在兵力上根本不占任何优势 左飞鱼看似很了解范贤 但实际上 他也有一点没有想明白 那就是范贤到底要做什么 正如京都城内 众人不知庆帝到底该干什么的一般 左飞鱼也完全不知范贤 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因为以范贤目前的实力 他完全可以将庆帝杀了 但是范贤却一直没有这么做 他好像并不是在报仇 那现在怎么办 范若若问道 得 左飞鱼看向相仿 眉间近视优色 因为他不知道范贤到底想干什么 所以他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如何去做 除了防备禁地以外 他似乎被困在了这京都城内 什么也做不了 这时 海棠朵朵走到斯里里旁边 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 而后两人穿过院门 来到后院一处游进花谱 灵冬将至 花谱尽是枯叶 花儿凋零后 近年残渣也没有剩下 而剩得一堆烂泥 莉莉 你还没有与他说明白吗 范贤看着眼前陈平平的尸体 许久 当他脑海里开始呈现出画面的时候 残月已经高悬 略带朦胧的月光 淡淡地洒在庭院中 北风似虐下 只与满地残枝堆积 灯花未尽九仙愁 冷断晚夏 却成秋啊 冷断晚夏 却成秋啊 范贤的鼓笑 像极了庭院内的枯叶堆积 毫无生气与活力的被动者 失去了什么 却又明白了什么 北风过后 不带任何情绪的化为春泥 而后又是一个轮回 他一直在告诫自己 万千别冷断晚夏 却成秋 可今时今日 当陈平平死在他面前 他才发现 即使自己一直都在冷断晚夏 而今秋来了 他帮陈平平合上眼睛 终于让陈平平的表情变得安宁 安宁是一具尸体 不知不觉 范贤忽的觉得可笑 为何到最后 连自己都陷入其中 无法自拔 难道自己一直坚持本心 就这样被北风肢解 而后破碎 剩下满地狗血涂抹在人生诡计上 不该如此啊 自己要的本不是这样的 可为什么到最后 留下的仅仅是一具尸体 推开门后 月光洒在他的身上 惨白的脸色 竟与地面的尸体一般无二 再染上寒意 生气全无 于是 最终仅剩一具尸体 一块排位供后人跪拜 海棠陀陀与斯莉莉仍守在院里 见得范贤两人皆是一惊 急忙赢了上来 我爱 范贤却是摆了摆手 是以他们不必在意 而后座的台阶上 望着天空中的孤月 范贤 事则已已 急哀吧 海棠朵朵看得比较通透 他本就是一个通透的人 可是他也知道 这种没有任何意义的安慰的话 根本不会对当事者 起到任何作用 仅能算作 聊胜于无 谁知范贤却点了点头 那日德文庆帝大营中的枪响 我便已经以为他死了 今日不过是以为 变成了事实 倒也不是伤心 我只是呼得不知道 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左飞宇不知道的 范贤也不知道了 人生最悲哀的 其实就是如此 当你不知道自己 确切想要的是什么的时候 整个世界都是灰暗 活着总要一个明确的目的 或大富大贵 或衣食无忧 高瞻远瞩 欲好高物远 也许只是一步之遥 可总归要活下去 而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如何活下去的时候 生命便如同金弓之鸟 任何细微的动静 或许都能致死 活着的意义呢 范贤不知 或许是为了别人而活 比如林婉儿 海棠朵朵 范贱 斯里里等等 这些人都是范贤必须要保护的 所以即便他不知道自己 确切要什么 可是他却无法解脱 更不能死 死对他而言不是解脱 只是逃避 飞云呢 范贤抬头 看向斯里里 他去找颜冰云 为城中闹事百姓 斯里里见得范贤脸色好转 当即松了一口气 可颜冰云抑郁镇压 范贤问道 两人同时点头 也好 这些事便让飞鱼去处理吧 走 我们出去一趟 范贤起身 再度回头看了干房中 陈平平的尸体 打起了十二万分的精神 陈平平的死 对范贤来说的确打击很大 可是再大的打击 也不能让范贤停下脚步 因为只要他一停下来 便会有更多的人死去 这时 他若想心安理得地继续活着 那就必须继续地往前走 而且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海棠朵朵的安慰其实没错 虽然听上去只是聊胜于无 也而实际上却也是如此 事者已已 既已经成就 又何必再去强求 陈平平终归是死了 这是神庙的人也无法更改的事实 范贤无法逃避 所以只得面对 如何面对 当然是继续走完自己必须要走的路 范贤抱着斯里里 从城楼上跃下 与海棠朵朵一道朝着城外山林挤持而去 海棠朵朵一看方向 竟是太平别院 去那里做事 海棠朵朵今日才从那里回来 她自然不知范贤为何此时再去 据解密 范贤淡淡地笑了一声 当然 也还有其他事 范贤的笑意 到最后竟显得有些诡异 海棠朵朵与斯里里坚实不解 但见范贤并未细说 两人当即也未继续追问 三人在林间快速穿过 一展察的时间 便来到了太平别院 这里自京都陷落以后 便只有少数一些禁军看护 但五竹乃何许人也 范贤让他夺回这里 这里自然回到范贤的掌控中 所以他轻车熟路地进入其中 当三人走在池塘边上时 海棠朵朵呼地担心起来 五竹书此次失踪 或许当真与神庙有关 你难道不想弄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在来的路上 他便想问范贤 然而范贤却好似忘记了这回事 此时忍不住心中犹豫 海棠朵朵还是问了出来 谁知范贤却好似早就料到他会问 闻言当即白首 书不会有事的 范贤看上去很安心 为何 海棠朵朵与斯莉莉皆是不解 神庙的人在贺州时 便已经对书动过一次手 上一次既没有伤到了书 这一次肯定也不会 不然神庙也不用如此明示 范贤呼地抬头望向了天际 明示 斯莉莉问道 其实神庙早有暗示 对书动手的就是他们 只是我们先入为主的意味 神庙除了我娘以外 再没有任何人出来 可既然我娘能从神庙里出来 那其他人自然也出得来 当初书在贺州对秦夜下手 可是后来根据书的回忆 他醒来的时候 却在比北极最北边的地方 倘若这世上有一股势力 能对书下手 又能在短短时间内 带着书横跨数万里 你觉得 除了神庙还有谁 神庙第一次对书动手 其实就是在明示我 他们已经来了 范贤的话音落下 眼睛里顿时生起了一股寒意 当年要他母亲死了 除了庆古皇室外 最主要的便是神庙 这帮人杀了他母亲 而今又抑郁对自己说讲 端得可笑 精彩内容 下集再见